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想知道我吃什么 哦 你叫张翰 是一名演员 AKA霸道总裁 所以郭麒麟给您发来这个邀约的时候 其实您嘴上说 我拒绝了 嘴上说不要 我是真的拒绝 韩哥 你好 我是郭麒麟 我现在郑重地邀请你 来参加我们这个50公里桃花屋的录制 一定要来哦 郭麒麟对你发出了邀请 您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不去 我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来的 我来这个地方不是任何人对我的邀约 我是导演组请我来工作的 大家相聚在这个地方 就完成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这15个人都会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 有可能不一定 这都是随缘的 所以就正气自然 我其实不霸道的 但可能我在真实的工作里边 不会有那么多废话 想要做什么 执行力 然后还有目标 其实很明确 没有那么多废话 你有贷款吗 如果说要投资的话 您大概会想要投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投资 因为要建设腾花屋 为啥要建设 因为15个人都要建设腾花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你租金多少钱 能租多少年 十年还二十年 那你每个人的话 那大家你合约啊 就是我真投多少钱的话 你是怎么给我算股份 然后下车 我好想逃 你可能不霸道 更是真总裁啊 谢谢啊 谢谢啊